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墨有点多 墨有点多 墨有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墨有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墨有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墨有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t 墨有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這個字啊 这个字上面 你看上面这个这一点 写的很舒展 下面收起来了 下面这两点收起来了 注意这个特点 它这个字 就是上面 上面放的比较开 下面是收起来的 这两个点 有收拢的趋势 所以它就让这个字呢 就是说它 不是全都是放的 有收有放 它有一个对比 实际上 好 好 注意这个柿子啊 它的横化变化很丰富的 齐笔 齐笔 还有它的这个 这个扶养 这个关系 这些横啊 它的变化很丰富 尤其是 最上面一个长横 它的用笔啊 齐笔 重 慢慢轻 然后再收啊 它这个 所谓的一波三折啊 它是很有趣的 也是这个字呢 这个字 也是蓝听序里 我们再提一句啊 蓝听序里面也出现过啊 也是 有几分相像的啊 就是修气视野啊 那个那个视子啊 是有几分相像的 君 那么 呢 我们再接一步 我们再接一步 然后再接一步 还可以 这一步 这个军字呢 点画下比较重一些 否则这个可能会撑不住 所以他这个写得很好 他这个军字呢 写得这个很好 能撑住 这个军字容易写扁 因为他这个 他横画的间距比较大 我们怎么找 这个间距关系 我在这 这个地方 可以演示一下 我点这个点 和这个副字 基本上 在这个目测上看见 他基本上是一个 基本上是一个正方形的时候 在这个字的右下角 跟这个关系 正好是一个 围起来是一个正方形的时候 基本上是合适的 那就是说他的字呢 摆的就是 相当于你打的是个四方格 是一个四方格 那么在这一点 那么通过这个目测呢 因为这个这个约字啊 我们这个 这个字本身要小一点 所以再往 再往里面缩一点就对了 这个这个是 一个我们大概 目测的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脱格写字的时候 有一些方法 有一些目测的方法 使用于我们的出国 的中方法 iç重量 再往里面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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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 我先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但是点画多 我们以前讲过 点画多的字呢 按说是比较容易安排的 但是这个字呢 有一些难度 因为它有一些比较长 比较细长的点画 一个长横 一个长撇 这两笔 在韵笔上 都是有一定难度的 这一纳 这一撇一纳 要找准这些长点画之间的 一个见价结构关系 见价结构关系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就是你在这个 我们在写这一纳的时候 要跟这一撇的关系 有一个夹角关系 这个找准了 这个字的见价结构 才能找准了 就是我们以前说过 就是我们在临摹的时候 找这个参照点画 我这一纳 我找参照点画 我在原体里面 找参照点画 我可能是 进出这一纳 以进出这一撇 为参照点画 然后看它的位置 但同时我也要注意 我可能要参照的时候 我参照这一个长撇 在远处我找参照点画 这样可能写的会更准一些 这样能处理好处理好处理好处理我 这个长横 这个长横也很有特点 开始是重笔 后来是轻 很果断的一个用笔 中间呢 中间有一个 其实它是有一点翻腕的动作 就是这个腕子 翻腕的动作 在前面有一段 章一招 好 它的纳笔 纳笔 这个普遍比较重 纳笔 它这个 签字文里面 开说纳笔 普遍比较重 嗯 嗯 嗯 这个字普遍下笔比较重 在圆梯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 因为我们这个张法跟圆梯不一样 张法轻重的感觉 镜子相对来说只有一个重比 只有纳比重 孝子显然比镜子要重一些 下比要重一些 这个钩稍微草率了一点 长风笔没有注意 长风笔的用法要克制一点 动作要克制一点 没太注意 这就是这个钩稍微草率的 竭笠 竭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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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這個運筆啊 就是在這個錄像裡面 怎麼說呢 它顯得會遲緩一些 也跟我用的這支筆有關係 嗯 這個這個長封筆呢 其實用起來 如果你要你要寫這種比較四平八穩的字呢 那就需要克制一些啊 動作剛才不能像我這個溝灑 做的那麼瀟灑 就容易出問題 嗯 也正好呢 就是說能夠滿足我們的這個 錄像的需求 因為這個正好可以把這個筆啊 用的穩健一些啊 看的清楚一些 這個粒字啊 它是 啊 粒字寫的寫的寫的也很好 它這個粒字寫的 有一些奇策啊 有一些啊 它不像這個普通的楷書那麼四平八穩 比如說我們 啊 這個 這個 無論是歐體啊 還是鹽體啊 它的勾 它不是斜的啊 它是這個勾 它是基本上是正的啊 它這個呢 是有一些斜度啊 斜度 它有一些動感啊 中字 中字 這個中字呢 提醒一下 要注意它這個新字底啊 新字底 新字底 它是具有普遍性的啊 這個字 你別看它是寫的好像很平正 這樣它是有處理的啊 這個新字底 我們來看一下啊 找一下位置 找一下位置 這個中字 它寫的這麼偏啊 這個勾寫的那麼偏 它不是一個啊 新字底 我們在印象裡面 好像它應該是 我們腦子想一下 我們腦子的臂上也想一下 新字底好像應該是 蠻對稱的一個 一個寫法 其實不是的啊 新字這一勾 要足夠 這個斜勾啊 往右邊去 要足夠啊 然後這個 它並不是這個勾 並不是這個寫的一個 半對稱的一個樣子啊 它是 往右邊去的比較多啊 然後 這兩點 這兩點 兩點 有一些動感啊 有一些動勢 嗯 這個點 啊 尤其是右邊這個 最 最後這一點 它的長度啊 它的長度 它的長度 啊 就 這個 就是要 要怎麼說呢 要 要有所 啊 有所收斂啊 就是 能夠 在這個 在這個位置 能夠嘎人而止啊 就是說 不要不要超過這個勾 那麼 所以這個 這個字呢 表面上看 它寫的很 很憑正啊 寫的 是 是穩健的 是是比較穩的 但是它實際上 它 這個 在憑正之中 它有一些處理的啊 它是處理的很活的啊 並不是那個啊 很死板的啊 它是 這個 在這裏 總之 有 它是 開放 有 有 这一长笔 这有一长笔 这一长笔呢 容易写出问题 就是说这个 往往这个长笔 容易把它写 这个斜度 容易写出一个往左的斜度 实际上它这个 它这一束 实际上是 后面是往 这个往右边 往右边 往右边倾斜 然后勾上去的 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 而不是说这个 写着写着很容易往左边偏的 这个长笔 因为这跟这个腕子 运腕的时候 你如果不注意 这个长笔很容易往左边去偏 这个力道 不是的 它是往 哪怕要往右边偏一点 右边偏一点 然后再勾上去的 进去 这也是跟蓝天旭的写法是基本一致的 也是这个敏字底 敏字底 要把它 它的纵实写出来 上面 你看上面 我们以前遇到过 这个写那个盖子的时候 也是一个 这个敏字底 敏字底是有带一些纵实 这个上面 上面的横画多 下面的竖画多 然后竖画的 竖画的地方 这个敏字底 我们通常在 在其他地方 在 其他的这个 这个发帖的写法 可能是说 这个敏字底就压扁了 它没有压扁 它是保持一个纵实 就说让这个 有一个 有一个横式和纵式的一个对比 这个字就显得 有内容 有书法含量 有一个横式和纵式和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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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这就是柴树部分 自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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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负时间